余文昨天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地表示说 因为他比较熟悉整个公务体系的环境 所以希望在未来还是能够继续担任公职 今天余文也变成了台北市议会咨询的话题 台北市长郝龙斌二度语诺 在公平的原则之下 市政府会从优给予余文工作 台北市议会开议最热门的话题 李不开刚出狱的前市府员工余文 对于未来余文申请复职 您可不可以再确定一下 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所以可以讲说我们台北市仍然欢迎他吗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这个我想欢迎当然欢迎 可是要假如说当有一个职缺出来 有其他人申请 我们是大家要做公平的竞争 余文他是被免职的 然后他因为徒刑 现在是假释期间 所以假释期间他是不能申请工作的 所以他大概到6月12号 你市长请你回答我最后一句话 你会不会慎重的考虑让他回到市府 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们会慎重的考虑 马政府实弹秘书站在道义角度 好市府允诺从幽给予工作 然后另一个马政府留下来的猫空缆车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运作 台北市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猫缆腹死 假如说加紧一点 那我们好好的来监工 同时希望他能够品质确保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在明年过年前猫缆能够复死 花1500万牵移猫缆T16塔柱 好罗宾答应限期修复完成 这是希望台北市的这个观光 金鸡木早日恢复营运 中新闻蔡上纲 唐光南台北采访报告 好